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焦点新闻 当地时间28号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官方声明称 总理贝内特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此前一天 贝内特曾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贝内特目前状态良好 将居家隔离并继续办公 当地时间3月28号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级公路 因大雪导致连环车祸 当地警方表示 有大约50至60辆汽车被牵连 约20人被送往医院救治 至少5人在车祸中丧生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28号宣布 一架充当前任总统专机的波音787型客机 三年来没有找到买家 现将出租 供婚礼 生日聚会等私人活动之用 所获租金用于飞机维护 2012年 墨西哥政府批准购置这架波音787型客机 花费约2.18亿美元 2018年 洛佩斯竞选总统期间表示 这架专机象征浪费与腐败 随后标价1.3亿美元出售 然而一直没有愿意标价购买的买家 法国燃料价格在经过两周回落后 上周再次上涨 逼近历史高位 当地时间28号 大量网约车司机和私家车车主 聚集在巴黎街头 抗议燃油价格上涨 截至当地时间28号 法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涨到 每升2.18欧元 约合人民币15.26元 近日 面对物价上涨带来家庭开支增大的情况 巴西圣保罗郊区销售零期商品的超市 受到民众青睐 这里的商品价格 最低仅为圣保罗市内大型连锁超市的一车左右